综合测验的第一个题目说到 When should a child start to learn to use a computer? 小朋友应该何时开始学习电脑呢? 后面说The answer depends on Depend on是一个重要的片语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叫做依靠或者是依赖 小朋友依赖爸妈那个依赖 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这边也是这样取决于 或者是是什么什么什么而定 取决于或者是什么什么而定 那空格后面是You ask 你问 那我们看一下选项 选项里面总共有which whom whose 跟how 这四个 所以这个题目如果我们到目前为止 就想要得到答案是得不到的 因为你必须要偷瞄后面 才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 什么意思 你看一下下句话 有一些早期儿童的 教育家 不管你认不认得educator这个字 你都应该要知道ORER通常表示人 而且动词在这边叫做觉得 人才会觉得 所以这一段是人的看法 再来如果你对于英文比较熟悉的话 你应该会知道 有some后面就应该会有others 那others 比如说这里有 对不对 另外一些人 OK 所以 这边提到不同人的观点 所以 回到我们的21格 应该要选择的是 跟人有关系的 whom 我们当然选择的是whom 那么 这一段所用的用法 叫做间接问句 不要倒庄 所以同学看到 后面这里的顺序是主词 加上动词 那因为是人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 B叫做whom A的which叫做哪一个 B的whom叫做谁 C的whose叫做谁的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后面要加一个名词 它是所有格 所有格后面要加名词 所以C我们直接画掉 D how how叫做如何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这个答案呢 会取决于 你问谁 好 选B 你问谁 这样才可以接到 后面的有一些 早期儿童的教育家 其他的教育家 后面讲的都是人 所以当然选的是B 叫做谁 好 接着我们看到说 some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刚刚说到 educator叫做教育家 educator 叫教育家 好 早期儿童的教育家呢 feel that the earlier the better 这里有个重要的句型 叫做the 点点点 the 点点点 也就是所谓的the 加上比较急 the 加上比较急 在这里 在这里 the 加上 我们讲说比较急 然后 主词跟动词 有时候可以省略 后面都一样 自放大一点 那它的意思叫做越 越 点点点 然后就越 点点点 比如说 the more people you you help the happier you become 也就是说呢 你 帮助越多人 你就会变成 越快乐 越 点点点 就越 点点点 那记得比较急 都要拉到前面 比较急 都要拉到前面 所以the more people you help the happier you become 你帮越多人 你就会变得越开心 那回到我们题目的这句话 the earlier the better 那我们讲说这个主词动词可以省略吧 所以这边 题目的第二行 the earlier the better 主词动词全部省略了 不过 我们看字面意思应该很清楚 叫做越早 越好 越早 越好 越早 开始 学电脑 那就越好 这是部分的 儿童教育家他们的想法 they believe that in modern society 他们认为说 他们相信说 在modern society 在现代的社会 modern叫做现代的 翻译成摩登也可以啦 不过 比较好的意思叫现代的 那society叫社会 所以合在一起 modern society叫现代社会 computer skills 电脑的技巧呢 are essential for 重要的片语 叫做对什么什么 是必备的 对什么什么 是不可少的 necessary 对谁呢 for every child 对每一个小孩子 就是在reading and counting 就如同阅读 就如同算数 好 那在空格的后面 好 这种题目是 我们在第三大题中 的测验非常经典的题目 也就是在巨手 给你一个字 然后逗点隔开 然后后面给你一整句话 那这种叫巨副词 你必须要了解 作者 他讲下一句话 跟他的前一句话之间 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有些时候是并列关系 继续说他的 那我们会选出此之外 有些时候是因果关系 前面是因 后面是果 那我们会选择 so 如此一来 有些时候是前面果 后面因 那么选择because 有些时候是互相颠倒 我们会选择instead 所以你要去了解说 下面这句话 跟前一句话之间的 逻辑关系是什么 好 那前一句话 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 就是他们认为说 小孩子应该越早 开始学电脑越好 好 那在现代社会当中呢 电脑技术是必备的 好 那我们看到22后面 Children should start using and playing with computers 小朋友呢 应该要开始学习电脑 然后呢 Before elementary school 在小学之前 好 那前一句话是 电脑技术很重要 后面讲说 小学之前 就应该要学电脑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选项 A instead instead 叫做 好 在这边 A instead 表示代替 事实上 我们比较好的翻译方式 叫做相反的 相反的 我建议同学 记相反的 B Numberless 其实就是neverless 其实就是however的意思 叫然而 好 然而 C Otherwise 叫做否则 那么 D的 therefore 叫做因此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therefore这个用法 如果是therefore 前面是一个原因 后面就会是一个结果 那这个题目 最后我们选择的是D 为什么 因为前一句话讲说 他们认为现代社会 电脑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此小学之前 就应该要学电脑了 前面是原因 后面是结果 这个题目我们选择D 那么A的instead 相反的 前后立场 完全相反 B neverless 或者是Numberless 或者是however 它的语气是转折的 C Otherwise 叫做否则 也就是前面这个条件 你要达到 不然后面你就会承受什么什么后果 可是我们刚刚在这句话里面 并没有看到 就是没有达到 所衍生出来的后果 所以C也不能选 答案选的是D 接着我们看到的是 下一句话 However 然而 这边说 Other educators 其他的教育家 这我们刚刚在第一题已经说到 Believe that computers could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我们讲说对什么什么产生影响 那么影响的这个单字呢 除了同学在荧幕上面 所看到的这个effect 之外呢 那另外我们还有 等一下 OK 那另外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 impact 我们还有这个 influence 那其实都是一样的用法 它的用法是have a 然后加上一个形容词 那如果你这个形容词是 aeru母音开始的话 那这边改成m 然后后面接着是impact 冲击 或者是influence 影响 或者是我们这边讲的效果 叫effect 重点是后面一律都加上am 那这个am是很常出现在题目里面考虑的 所以这边讲对什么什么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 那个什么什么就是后面这个名词 那那个怎么样子就看你这边形容词放什么 OK 好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十三题要考同学的 have a negative effect 然后加上am 在这边 have a negative effect 加上am 对什么什么产生不良的影响 negative叫负面的 那对什么呢 对 the mental development mental叫心理的形容词 那么development呢 叫做发展 同学看到of of是后面的前面睡觉 小孩子的心理发展 也就是说 电脑能够对于小朋友们的心理发展 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三题 have a negative effect 加上am 接着我们看到下一句话 在这边 they say 这个they应该就是另外一派的教育家 they say that children who play along with a computer 那这里我们看到 在名词后面 children 小孩子后面出现一个who 很明显是关系子句 那这个关系子句是没有逗点的 没有逗点就所谓的先定用法 所以他的中文意思叫点点点的 那点点点的修饰前面的这个名词 就所谓的先行词 那同学记得这个who不是谁 这个who其实就是小孩子 所以框框里面这边讲的是 看电脑玩 而且是读字 所以叫独自游玩电脑 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嘛 关系子句点点点的 所以这一段叫独自游玩电脑的小孩 好 所以专家们说 专家们说呢 独自游玩电脑的小孩 do not learn 并没有学习how to share 如何去分享 or interact with interact叫做互动 后面加上一个with 所以并没有去学习如何和其他人分享 或者和其他人互动 share with interact加上with 这两个动词都是加上with furthermore 除此之外呢 children do not use their imagination 小朋友 并没有使用他们的 imagination 叫做想象力 那刚刚的furthermore 叫除此之外 表达立场相同 继续补充 所以后面还是这一派 小孩不该太早学电脑 这一派教育专家们的想法 所以小朋友呢 他并没有使用他们的imagination 叫想象力 enough 足够 并没有足够使用想象力 空格 后面说的是 the computer screen 电脑萤幕呢 shows everything 什么都显示出来了 那这个题目一样要我们去判断 前后的逻辑关系 前面讲说 小朋友没有去使用想象力 后面说 电脑萤幕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所以前面是一个结果 而且是不好的结果 小朋友不使用想象力 为什么不使用 后面告诉你原因 因为电脑萤幕什么都跟你说了 小朋友自己不用动脑去思考 反正画面就一直出来 所以前面是果 后面是原因 我们选择a 叫做because b的or or有或者 但它也有否则的意思 or 它有或者 或者否则 c的so that 跟我们a刚好颠倒 如果选c的话 前面是原因 后面是结果 这样子才可以选择so that 中文叫 以至于 或者是如此一来 前面是因 后面是果才可以 可是我们题目 前面是结果 不使用想象力 后面是原因 因为电脑什么都 显示给你看了 最后一个 rather than 叫做而不是 所以题目我们选择的是a 接着我们来到文章的 最后一个部分 说到perhaps 叫做也许 perhaps 也许呢 the best way for children to use computer 最棒的方式 对谁 对小孩子 做什么 去实用电脑 好 那这个题目考虑的是 在对文法的 基本架构的理解 同学必须理解 英文当中的 我们讲的句子 基本上都是由主词 跟动词所组成的 所以这句话 提到的主词 其实非常的长 在这边 这画蓝底线的部分 是整句话的主词 也就是说 对小孩子而言 去实用电脑 最佳的方式 会有框起来的 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整句话的主词 主词写完了 就应该接的是动词 所以这四个选项 给我的都可以是动词 或者我们讲说 完成时那个have has 都可以 或者是呢 一般动词都可以 但是同学先理解 这边的the best way 这是单数哦 既然是单数 那么跟负数相关的动词 像R跟have 都直接删掉 因为我除非这里是负数 不然不会选择A 不会选择C 好 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到底 这一格选B 还是选D 那我的主词讲的是 对小朋友们 最佳使用电脑的方式 那我看到后面 to use them only for a short period time each day 后面说到的是 每一天 只用短暂的时刻 前面讲方式 后面告诉你 这个方式的内容 也许对小朋友们 最佳使用电脑的方式 就是 我们当然选B 就是每天 只用一小段时间 那选D 会发生什么事情 has to 叫做必须 可是它的主词通常是人 而且它的意思叫必须 所以你放进来 最佳的方法 对于小朋友而言 使用电脑最佳的方法 就是必须 你会出现两个问题 必须的语义有点奇怪 必须每天使用电脑 第二个 我前面主词不是人 我前面主词是一个方式 是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题目 我们也不选D B比D好的非常多 我们当然选的是Ease 好 最后一句话说 If a child uses a computer for only 30 minutes each day 如果一个小孩子呢 每天只用30分钟 英文的句子是 彼此之间会有关系的嘛 所以这句话 其实是承接 上一句话的语义 每天只用短时间 那多短呢 明确告诉你30分钟 She or he still has plenty of Plenty of叫许多 也就是a lot of Plenty of time to learn and play away from the computer 他们依旧可以远离电脑 去学习 去玩耍 这是我们第一篇的综合测验 第二篇文章所说到的是 two government projects 有两个政府的 我们看到第一个单字叫government 政府的project叫计划 in Taiwan provide funds for children found的跟钱有关的叫基金 那就一笔钱了 提供钱 给谁呢 for children of foreign-born parents 我们看到off的话是后面的前面嘛 对不对 所以后面这边叫 在国外出生的爸妈 他们的小孩子 也就是我们讲的新二代 好 OK 所以foreign-born parents 叫国外出生的爸妈 的小朋友怎么样 提供钱给这小孩子做什么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ir parents' cultural background 来了解 更了解 他们爸妈的文化cultural background 叫做背景 所以合在一起叫文化背景 cultural background 好 再来 the project 这两个计划呢 M2 M 当成名词叫目标 当成动词叫瞄准 所以M2的意思是 目的是要 那这边讲更精简 叫旨在 其实就是目的是要 怎么样 help young people 帮助年轻人 如何呢 connect 好 我们看到connect 后面通常会接两个介细词 一个是to 一个是with 那通常接to呢 讲的是真的把东西给连在一起 把东西给接在一起 把东西给连在一起 后面加上to 那另外一个用法是connect with 在它是比较抽象的概念 就和什么什么 产生连结 好 那这边我们最后题目选到的是 the叫做with connect with 和什么 和爸妈的母国 home countries 爸妈原本的那个国家 产生文化上或者情感上的连结 我们选的是connect with 接着说 these places are mostly located in Southeast Asia 这些地方呢 通常是坐落在 这里有个重要的片语叫做be located in 表示坐落在或者是位于 这些地方通常位于 这些地方是哪些地方 他们父母亲的国 通常是位在东南亚 South East Asia 东南亚 where about 180,000 foreign persons 好 那我们先看到这边 这个有斗点 然后后面接的是where 这种叫关系副词 而且是有斗点 所以是非限定用法 也就是补述用法 有斗点的关系词句 请同学在这个地方去把它重述一次 就再说一次 那这个where不是哪里哦 这个where讲的是前面的先行词 我通常都会翻译成在这里 有斗点的 有斗点 有斗点的 我们翻译成在这里 那如果是when呢 我就会翻译成在这个时候 那如果是who呢 我就会翻译成这些人或者这个人 这种有斗点都叫重述或者补述用法 好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这句话 这些地方通常是坐落在东南亚 在这边呢 东南亚 about 180,000 foreign persons 18万的 foreign persons 国外的人呢 外国人 那么怎么样子到台湾呢 come from 好 那我们看到这句话 这句话其实文法上有一点点复杂 换一个颜色 来我们先看到 同学必须先理解一个概念 在英文当中主词跟动词合在一起 好 不然后面这个叫子句 那如果你要再连接一个子句的话 通常你有两个选择 比较常见的是给一个连接词 and啊 but啊 so啊 because啊 等等 那另外一种用法是 请你给他一个关系词 关系词 不管是关带还是关系副词 也就是说 你要多跟一个子句连在一起 你有两个常见的用法 要不你就多一个连接词 要不你就多一个关系词 好 那讲这个是什么概念 我们先看到前半句 第3行这里 these places是主词 are是动词 所以在逗点的前方 这里是一个很完美的子句 那在后面呢 后面提到的这一串 好 我们先找动词 动词在这里 所以在动词前面的这一串 都是主词 那后面这里主词加动词 不就一个子句了吗 那子句跟子句连接 不是需要一个连接词吗 在这里 所以这边这个关系副词 具有连接词功能的关系副词 就扮演了这个角色 好 一直到第4行这个句点中间 目前它的句型结构长这样 然后这边有个关系副词 这样同学可以理解 前面一个子句 后面一个子句 中间是关系副词在连接 好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我要讲这个原因是 第27格 同学看到选项 你看哦 这里有动词 这里有个住动词加动词 这里有个动词 你如果选择A 选择C 选择诸 你都多放了一个动词进去 你多放一个动词 不就代表你多一个子句 你多一个子句 不就代表你需要再多一个连接词 或者是关系词 可是并没有 框起来的部分 About 180,000 foreign persons 然后空格 The Taiwan citizens 空格这一段里面 并没有多一个连接词 或者关系词出来 所以结论是你不可以再放动词进去 所以结论是A、C、诸都不能够选 只能够选B 而且请同学理解哦 Married有两个词性 一个叫动词的过去词 也就是架或者取的过去词 一个叫PP 过去分词 好 那动词的过去词 我们不是讲动词有三态吗 比如说go是原型 went是过去词 gone是PP 对不对 但是对于married来讲 它刚好过去词跟 过去分词是长一样的 所以必须特别理解 好 那动词的过去词 还是动词 所以这是我不要的 我要的是 PP这个过去分词 好 所以这个题目 我真的在选B 我是选择married 那这个married怎么来的呢 它其实是长这样 好 我写在后面 好 好 所以我框起来的部分 从27格开始 一直到citizens这一段里面 其实本来应该有一个who 然后这边有一个r 才是最后的那个married 也就是说 这边提到的是 嫁给台湾人的 的这些外籍人士 好 那最后呢 再经过 我们先检查一下 这一个who叫做关系代名词 因为有了他 所以可以多放一个动词 好 那在题目上面呢 同学并没有看到who who去哪里 who去 who被删掉了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关系子句的简化 所以 第一个 我把关系代名词去掉 那我把具有连接功能的 关带去掉 所以动词也不可以存在了 所以最后我看到的 这个married 是 关系 是过去分词 不具有动词的 的词性的这个 这个PP 所以最后选择的叫married 所以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其实它牵涉到很多不同的观念 所以同学必须理解 两个子句需要一个连接词 或者关系词 那你检查一下子句 后半段是一个大子句 主词非常的长 但是因为这里有一个where 所以后面这个子句是OK的 可是你再回到27格这边 因为没有再多连接词 没有再多关系词 所以就不可能多一个子句 就不可能会有动词 所以动词的ac珠都删掉 而且b的过去式也删掉 我要留的是这一个 我要留的是过去分词的这个PP 因为分词不是动词 分词不是动词 所以刚刚的这句话 我们再把整句话的意思看一下 整句话的意思是说 这些地方大部分都位在东南亚 在这边呢 讲的是东南亚 大约有18万的外籍人士 那什么外籍人士呢 嫁给台湾人的外籍人士 是他们来自于的地方 那再整理一次 这些地方大部分是坐落于东南亚 有18万嫁给台湾人的外籍人士 从这里来 这样同学就懂这句话 这句话有点复杂 接着说 其中一个计划 我们刚刚一开始不是告诉你有两个政府的计划吗 那现在告诉你其中的一个计划 所以提到其中的计划会怎么样 会支付会付钱给谁 participants叫参与者 那做什么 to visit their immigrant's parent immigrant叫做移民者 移进来的移民者 也就是他们的爸妈 移民的这些爸妈呢 付钱给这些第二代 去爸妈的母国看一看 那目的是什么 the purpose 目的 i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local culture and language 目的是要去学习当地的文化 culture language 叫做语言 那再来 空格后面讲到project project 叫做计划 所以同学必须理解 这个题目 也是常在中和证验考的 告诉你两个 讲完了第一个 那就只剩下第二个可以选择 所以这边一定选the other the other 我总共只有两个计划 这两个 我已经把一讲完了 那不就剩下唯一的第二个那一个 所以这边一定选择有加上the的 叫做the other one the other 这种限定只有两个的 好 那我们再回到前一篇题目来看一下 前一篇题目提到什么 提到的是来同学 这边是只有some 并没有说到some of the educators 所以我并没有告诉你 总共只有两派说法 所以你看到底下 我们在这里 接的是others 而不是the others 我在第一派说法里面 我就 我没有 后面没有加上of the 而且我也没有前面告诉你 总共只有两派 并没有这样 所以总共几派用法其实不知道 那因此在后面的第二派 的前面这里 我就不会加上the 我没有告诉你 总共只有两种意见 可是回到这边 这边单数的 我很明确告诉你 只有两个政府的计划 第一个讲完了 那一定第二个要加上the 因为总共只有这两个 没有第三种了 好 那另外一个计划怎么样 另外一个计划是 organized trips 会规划旅程旅途 organized 叫做规划组织都可以 那到什么地方 the Taiwanese-owned companies 台湾人所拥有的公司 就所谓台商的公司 在什么地方 in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 所以规划旅程去东南亚的台商的公司 那再来看到下一个题目 叫做Vietnam 叫做越南 好 那这种在中间把它隔开来的副词 其实它本来的位置也可以放前面 所以这个题目还是在考你 跟谁一样 跟上一个篇章 上一个综合测验第22题一样 考你下一句话 跟前一句话之间的逻辑关系 22题这边 那这也是一样 只是要把位置移到主词跟动词的中间 好 那前面讲的是东南亚 第二个计划嘛 对不对 规划一些旅程 去东南亚台商公司 那后面马上给你一个越南 东南亚 越南 东南亚很大 有很多国家 这边明确把其中一个国家把它点出来 所以我会去推测 这边叫做举例 所以我们当然选的是C 好 我透过后面这边明确的例子 去支持前一句话的论点 好 举例来说呢 东南亚 他们接受了 台湾人最多的investment investment叫投资 investment 好 好 那我们的A选项 however叫做然而表达语气的转折 b similarly叫同样的 表达同一个理论 但是两个概念接近的做法 叫做similarly 那么 珠的in addition 叫除此之外 并列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选择的是 C 因为在举例 好 接着我们往底下看 these Taiwanese owned companies 这些台湾人所拥有的公司呢 provide employment employment叫做就业机会 然后怎么讲就业 给多少人 for 60,000 Taiwanese 6万人 6万个台湾人就业机会 when they hire a new employee from Taiwan 当他们雇用一个来自台湾的employee 叫做员工 they 什么 the person's ability 他们怎么样一个人的ability 叫能力 而且后面一定加2V 什么能力呢 adapt to 叫做适应 非常重要的片语 适应 适应什么 the Vietnamese culture 越南文化 所以当他们拼用台湾人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子 这个人适应越南文化的能力 所以应该是寻找 我们当然选的是D 叫look for look for look for叫寻找 那么A的get off get off 它有什么 它有下车的意思 下车的意思 那么B的get over 表示从什么什么生病状态来复原 这个叫get over get over C的look after 叫做照顾 或者照料 猪的look for 叫做寻找 寻找 所以这些雇主 这些老板 他们是在寻找 能够适应越南文化的人的能力 所以最后说到 for many young Taiwanese with parents of Vietnamese origins 所以他说 对于 这边的origin叫做来源起源 对于那些 有着父母亲来自于越南起源的 台湾的年轻人来说 this offers an opportunity 这就提供了一个机会 opportunity 这讲的是第二个政府的计划 来怎么样 to work in their parents' home country 提供机会让他们在爸妈的母国可以工作 好 这是第二篇的综合测验 这个节目 不仅是一个人的 优优独播剧场